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一起来读吧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无论做什么很重要 这个经文我们应该是很熟的 再次提醒我们一个很基本的生活工作与事奉的原则 他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做在主的身上 从心里去尊心 圣经中有个很好的例子 今天用一个例子来反映这些圣经 但以理和他的同胞都被掳到巴比伦做努力 面对生命这样大的改变 从一个自己的本国被掳到别国 你可想而知他的心情 他所面对的环境是很大的不一样 并非他们所愿意的 不像我们自己愿意去一个新的地方 不是他们被掳去的 所以但以理和他的同胞们就被强迫的离开自己的家园 出身是一个敌国 打败你们国家的一个敌国 他们要吸引新的生活环境 新的生活方式 要学习新的言语 并且还要受当地人的歧视 面对这些种种的困难 他们可以被折磨到一事无成 任人摆布的努力 没有价值的努力 然后他们并没有自暴自弃的 活在怨天由人的痛苦当中 他们抓住机会 巴比伦乱看中他们几位 他就抓住这个机会 勤奋的工作 刻苦的学习 而且坚定的信靠真神 所以神不单是给他们健康的身体 还是给他们智慧聪明 甚至比周围的人胜个十倍 哇好厉害 神师父他们 特别弹以来到联老的时候呢 他更加成为巴比伦王之下 治理通国的三个总讲之一 这个位很高 王之下就是三个人 来管理所有的国家事务 而且不单如此 王还有一师 在三个人当中 选单一里做三个人的头 万言之就是一人之上 万人之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怎么崇高的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联老的时候 仍然保持着有美好的灵性 这句话 祭福一两次的提到 但于这个人的描写 美好的灵性 让他显然超乎 其余两位的宗教 所以王看起他 他也不会因为身在敌人的国家 而办事妈妈乎乎随随便便 他却忠心办事 忠心的什么程度呢 毫无错误过失 一点错误都没有 连妒忌他的人 也找不到他的毛病 连敌人都打不出 你任何的错误 这才是真的好 但你真的好 在敌人的国家 为敌人办事 竟然办得怎么美好 所以 虽然但你也不会因为 曾经有个不快乐的童年 痛苦的遭遇 受人不公平的待遇和歧视 而放弃 没有 他没有放弃 而是把这些遭遇 看为克服挑战的一个机会 这就是他来胜过 显出人生的得胜 但以理得胜的动力 相信是来自他 恒久保持着一个美好的灵性 而这个看不见的美好的灵性 是借着每天给人看得见的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失所表现出来 对吗 美好灵性只看不见的 但这种我们所办的事 所接触的 跟人的接触 所有的言谈举止 做事的态度 从这些的层层面面 来显出我们是否有美好的灵性 就是无论做什么 他都是从心里为主而做 将那个美好的灵性 活现于他的对人对事的态度当中 这就是美好的灵性 非常重要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去做 做什么 为谁而做 都不是最重要 重要是从心里为主而做 不只看那个人而已 不只看那个事而已 也不只看在什么地方而已 乃是心目中对准主 来面对他所面承担的人事物 从心里做 所以当你的故事告诉我们 哪怕你是在巴比伦 哪怕你的身份卑微 哪怕你的教育不幸 无论做什么 都要信靠神 尽你所能的 以服侍族的心态去面对 那相信 你跟我的人生都会不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祷告 天父谢谢你 一个美好的榜样 放在我们的眼前 经过千百年来 这些美好的榜样 永远都没改变 以前是如此 今天也是如此 让我们透过这样的见证 在我们所遭遇今天的环境当中 无论我们所对的任何人 任何事 任何地方 都能够活出我们是属于里的人 我们里面有 你好的灵命 美好的灵性 这些时候所接触的 这样一个灵性 活现于人的面前 只要帮助我们 无论做什么 从心里为你而做 相信 你的名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中 你的名被高举 你的名大得荣耀 谢谢恩主 谢谢恩主 听我们祷告 从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